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想香港变成以前的香港 其实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地的香港人 很多人都想香港能不能够回复多少 或者在艰难的时候 守望相助 但是我们的国安公署 他对过往我们香港最珍视的一些组织和一些人物 那你说不是 还有些反对派 或者有些建制派 他不喜欢你的嘛 但是永远都好 这些人 即使他们是少数 或者在他们的选票上也能反映到他们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 何俊仁 职工盟 支联会 都是 但是 你就看到职工盟 今天又在很多人受邀接受调查 而这班人 基本上全部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案件 甚至职工盟都解散了 为什么才完成案件呢 因为他们之前职工盟解散之后 要求他们提供一些资料 他们不提供 结果法庭已经将这件案判决了 罚钱了事 因为他们提供不了 结果这件事已经是结束了 王迪远 邓建华 和前师傅 钟从辉当日被判8000元 今时今日又在早上被国安公署上门带走 虽然不是说检控他们 甚至已经将他们放了 但是实际上协助调查的 案件必定牵涉李卓人的太太 邓燕娥 将他们的电脑 将他们的手机 全线地拿走了 国安公署 没有停过来 我经常都说了 如果停下来 那就没有粮出了 一定要有些事做的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不想再将这一个所谓的冲击波 一路蔓延开去的话 那只能够将一些案件 不停反复又反复 不停已经被落祸的人 跟着再检举 何俊仁美丽 何俊仁 他现在取消保释 因为赵家宁 赵家宁 这个所谓的泛民的染子 当日在太古被人咬掉了耳朵 走了出来 虽然 他在民主党的声誉一般 但是他始终一个受害者 变成了在反送中的时候 很多人支持他 到他现在被捕 转做控方证人 接着就说何俊仁 在探监的时候 委托对他们的家属进行一些干扰 我相信未必是 你做燕仔 你讀 那么可能 何俊仁 多了一个提点 就是说 喂 你这样这样 做燕仔 没有人干涉到你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可不可以公正地说啊 不要像欧乐軒那样 摆到明 所有的矛头 情愿将47人按 模糊焦点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将压力摆了下去 大魔头就是戴耀廷 很有可能 就是一些这样的事件 其实我不太相信何俊仁 来到这里 还要干扰这位 没了耳朵的赵家言 为什么 由你出卖同伴那天 基本上就已经不是同路人 但是你看到国安公署 又再抓人 这次何俊仁 这次何俊仁的案件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才会審讯 很有可能 何俊仁的身体 虽然在镜头之前 看到他是相当硬朗的 但是始终都 因为他没有说过 他的肺部究竟有什么事 就是说肺部有阴影 也会得到医生的证实 在这里 希望何俊仁也好 职工盟 这些前干事也好 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其实你看到他们 他们好像职工盟这些人 他们的案件已经完成了 要罚的 罚了 即是号称的 我们已经找了数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都是心在香港 甚至就是希望继续在香港生活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帮助到工人 或者帮助一些过去的拍档伙伴 这些人真真正正是爱香港 但是今早上国安公署又再给他们压力 如果不是的话 以他们的身份 尤其是职工盟这个身份 他是可以全世界这样 都应该会政治庇护也好 或者会给一个叫做落地签证 给他们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生活 有时候很唏嘘 不停说的流人才 不停这样讲 就是香港需要人 但是最深是香港这班人 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政结 但是你看到从来没有停止这样去压迫他们 天天都说 我们最需要年轻人 但是香港令到那些年轻人走了 比如我们香港最需要医生护士 接着他就说你们这些是黑医护 最需要就是那些年轻人 为我们香港的断层作出努力 结果连学生会都不让他们成立 一单万一单 即使今届的学生会 他们的成员对你们来说 你们觉得他们做得不好 但是离届的学生会已经换了人 或者有些新进来的 比如好像一年级进来 那我们都需要一些学生会去照顾 他们就是说整个最大的持份者 但是都不行 就是说株连九族 哦 你今届的学生会你犯了事 你的学生会取消 那以后的学生呢 不再考虑之列 那究竟是个组织有问题 还是成员有问题 还是学生有问题 这些对我来说 是相当难以令人理解 其实会不会就是香港人 只要你支持自由民主的 就有原罪呢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安天娜需要大家的支持 很少跟大家讲 往台工作困难 但是来到这里的收市 已经跌到两百多万 即使在四月份进行改革 即是缩皮了 其实讲来讲去 都未必能够可以营养下去 希望大家请大菲喝杯咖啡 未必做得最好 但是呢 当所有所有身边的事 以前做得不好的事 其实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做得不好 因为我太忙 忙到一个点 但是现在社会事件 回落了 也应该专注做网台的工作 希望大家多给一次机会 拜拜